这个着火的呢是一个拉气的灌车 那个起火的位置呢就是这个灌车的灌体 那在这个镜头上虽然这儿正在起火 但是并没有看到消防人员对它进行这个灭火 为什么呢 因为消防人告诉我们啊 目前并不能把这个火扑灭 是因为现在这个灌体呢已经是完全都变形了 那变形以后呢就会有多处的泄漏点 如果把这个火扑灭以后任它泄漏的话 那么发生新的爆炸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所以说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灌车比作一个蜡烛 只能上场我还可以闻到这个非常刺鼻的烧焦的味道 因为今天挂的是西风 也就是这个风呢是从我身后往我身前 把这个镜头给到我前面这个村庄 那这个村庄呢叫范家铺 了解受伤的人呢是这个液化气站的这个老板的儿子 目前因为烧伤已经被紧急送到了仓州的医院进行这个抢救 那目前这个其他的受伤的人员呢 也在具体的统计当中 事故的具体的原因可以让我们摄像推一下 离我最近的这个大灌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玻璃初步统计呢是有11辆 可以看到这个爆炸导致这个大灌车 目前损毁是比较严重的 这样刮的 当时这个黑烟是直扑向了一路之隔的这个附近的村庄 因为今天这个天色已经比较暗了 我们这个摄像没有办法 距离我大概有20米的位置呢 还是有一处着火点 那我是这次事故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村庄 事故发生以后呢 黄华市的硬鸡蛋已经是紧急 对村民呢都已经疏散到了这个亲戚朋友家赞助 不停叫生的 但是这次是有20辆 我看到这个队没有